當然是正常,看來拉跑 今天騎地合作都跑了5次 嘩,發現今晚要看飛的 有飛的那些就... 即是要看紅綠燈 連續兩場有飛的那些都跑得好 8號,11號,宜昌勇士,嚴嚴懸碎那些有飛 那隻四條仔博愛之光,不知為何蝕恩走出來 不知,博愛之光 一點手影都沒有,初跑谷草 這場馬,戰績就很一般 第五班,1650 只有三隻馬,即是贏過 爪王烈焰,信心滿滿,很有無敵 進過3個,就是小武士 最厲害第3個,就是很厲害 那天有飛的,是莫雷拉 不成功3甲,連續兩場 最厲害第4就是白路盛世 其他馬也沒有上過名 上次跑得比較好的就是潘頓這隻十二檔 叫做信心滿滿,這次排的十二檔 正如說陸續爆發的檔 看看他跑得如何 很有無敵,巴道就跑第一檔 厲害,上次跑第三檔 小武士上次跑第二檔 近跡來說,就是2,3,4,5 幾好,2,3,4,5 白路盛勢上次跑第四檔 近跡的,到齊衝精英 齊衝精英也跑第六 其他有些跑第十十二的,就比較後了 初跑指程就是挺獸精神和齊衝精英 以位置率來說 四號小武士就挺好的 就是他跑過一次一次就進去 霍恒星 霍恒星就... 我不太喜歡了,不懂了 現在就到了好有無敵 好有無敵,信心滿滿 爪黃烈焰,很厲害 以位置率來說 如果以取勝率來說 就是這隻 0.33是甚麼? 是他很有無敵 就是跑過六次 有兩次贏了,有一次第三 又到信心滿滿 跑過五次 跑過五次就贏過一次 一次第二 超厲害 今晚就積極 超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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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跑過三次 一次第三 所以是0.33 都不差 他跟爪黃烈焰差不多 近跡呢 近跡呢 近跡就是很有無敵 超厲害 小武士、白路、城勢、信心滿滿 超厲害 超厲害 差不多 就是信心滿滿 跟這個超厲害 差不多 打平 即白路、城勢、信心滿滿 超厲害 都是差不多 但是贏過的就是信心滿滿 但是跑十二檔 我現在正在留意中 2號、3號、5號等 5號是買人的 即今晚要看票 真的 因為連續兩場都是有票 跑得好 今晚也是這樣 我想都是要看看紅綠燈 看看哪一隻大熱 大熱門連續兩場都得手 熱門 即是熱門 兩場都得手 而且這一場馬 真的不太多馬 贏過 所以還是留意有票 好一點 我現在就看2號、3號、5號 這些 2號、3號、5號 霍仔 我覺得他內於騎功 騎功及經驗 所以有時候真的 不買他就買另一個 好一個 反正有三個位置 好 看看電線機 再去想買哪一隻 馬路 中距離 我都覺得他未必可以押得到 是真的 排個好一個當位 做膽 拖回2號、3號、4號、6號和11號 主持人都是選擇這些 5號是莫萊拉有票 紅綠燈 2號、3號、4號 都有取勝率 有維持率 我選擇有票 3號、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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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個按個按鈕 沒有按鈕 這次擋位就好很多 有人又換了 獎人 他們兩隻 6個爆發 剛才是洛票 不行 是 給他頂這三條欄 剛剛才是 三條欄 回來重複一下主持推介,Peter就選5號勁勵 Janny就選2號信心滿滿閒頭的,然後有3號的很有無敵,1號爪王烈焰和5號的勁勵仔的 爪王烈焰好像很難跑的嘛,重磅外蕩,十歲馬,然後泰安你遇到他一定好像飛到出去,蝕毀 兒子當然是4號的,但田泰安也有其他馬選擇 眼光綠朵,不過看些飛很難的 25倍,爪王烈焰 其實是7次的,爪王烈焰,不過跑了兩個第三隻,最厲害 上次是轉鳴復發 這隻9號挺咒精神,好像,這隻好像沒什麼板斧 他先調好出閘,之前都很隱瞬 暫時有10比0,現在初上1650 他有些後部做過手術,都是一些氣管方面的問題 白路盛世,也有少少飛,10倍落到97元 他經常都追一段,會追一段 能力是不是很一般,否則正常應該很快交代到 都應該不是太厲害了,可能年輕力壯 3號仔 3號仔,又一檔 今天一檔,第一場,第三,第二場 就... 輸出來了 現在正在進閘了,看看怎麼跑 3號仔 好了,生生發發,信心滿滿 沒問題 剩下的馬呢,就有五隻的 爪王烈焰 挺獸精神 小武士 葵聰精英 以及是冷門馬的勝出魅力 好了,看完小武士入閘 亦都差不多夠鐘了,交給閘前了 轉部馬不準備,打蕩三場賽事 五班的1650位大熱 是5,準備 好,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閘,看到中外檔那些 迷雨要頂著外面那些,很大隻,挺獸精神 外面白露勝勢,也搶在前面 看到第四位,開始壓進去了 信心滿滿,拿不拿到藍呢 後多層,還有內蘭第五位,很有無敵 第六位就很聰明 後多層,才看到內蘭紫色衫 有一隻生生發發,就拍著這隻葵聰精英 後面那四隻,馬上賀彩,拍著勝出魅力 尾二,藍白直衣衫那隻,是小武士 暫自電流,是爪王烈焰 接近對面直路頭,前面放頭的馬,是那隻挺獸精神 入了內蘭第二位,是白露勝勢 再見到第三位,迷雨 第四位,是那隻外面信心滿滿 內蘭第五位,粉紅衫,藍眼罩,很有無敵 第六位,紅帽,粉紅衫,還有很聰明 手後面,生生發發,葵聰精英 尾四,埋便馬上喝,在外面勝出魅力 尾二,還是那隻小武士 暫時電流,依然是爪王烈焰 過了六百米段柱,前面挺獸精神佔 見到迷雨,就開始上來踩油 再見到內蘭第三隻白露勝勢 慢慢咬上來第四,有信心滿滿 外面位置很聰明,也上了少少 裡面很有無敵人,第六位,藍眼罩,要比 拼出去的馬,是小武士和馬林中間生生發發的 最後直路,前面迷雨走,追上一個身位 信心滿滿開始咬上來追他 再見到外面位置很聰明,也上緊 裡面還有這隻挺獸精神 最後一霸迷到了,信心滿滿,追上一個身位 埋便位置是那隻迷雨,外面追上來還有一個聰明 接近終點,信心滿滿就贏出這場賽事 敵人厲害跑第二,迷雨第三,第四名的馬,白露勝勢 頂不頂得住呢?好有無敵人,逐步上來 嘩,總之潘頓就贏了 五號仔,跑第二 我們三號仔,你一會沿途看看他怎麼跑 去到對面直路時,差不多坐下了那隻馬 不知有什麼事過呢? 這個潘頓真是排十二檔,衝進來 真的,巴道現在才過 坐在馬上,也不是踩起的 這樣是 哦,信心滿滿,真是好厲害 好厲害 看看重播 看著內蘭第一檔那裡 巴道出來 一出來這樣,本來挺好的 你一不去就被人掩蓋你了 你很有後勁嗎? 不知怎麼判斷 信心滿滿,就聰明了 十二檔出來 一喘出來就... 那這四號仔,火紅星在他旁邊 就被人掩蓋你了 就被人掩蓋在尾 但就留在尾 你看到潘頓的奇功就... 就取毀了 那這真是幾好東西 挺受精神在前面 還沒跑過這個路程 信心滿滿,現在是第四 很有無敵 是第四 跟著他 本來都... 都不錯的 但是來到這裏 就開始墮退了 那這隻巴道真是... 你看他坐在這裏 你聽到嗎? 馬洛友那裏 他真是離譜 這場真是... 腰力不夠嗎? 當然不是啦 他這些收放自如,好東西 好,看看前面 迷雨在前面 信心滿滿 潘頓也是啦 他的手肘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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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肘 這是特別的 不告訴你 你古騎士 看他這樣吹發你都知道 莫雷拉衝上來 跟潘頓穿一條Q 看幾錢派賽 都是很熱門的 因為有潘頓莫雷拉 你看這隻3號仔 真是... 這樣跑又跟他11號拍照 真的 真的 也有144元Q 2號仔 好厲害 破片第二,12位置拍22.5 連人位2、12,125 連人位2、125 拍144.5 二重彩2號5號